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分开搜索一下 凯恩 好的 再次回到卡塞尔 你肯定有很多事想去做 但任务第一 这我当然知道 这是老头留下的标记 他找到收藏家了 瑞克需要支援 快跟上 怎么会是这里 这孩子一直偷偷练习自己的能力 还被邻居撞见了 哎呀 这一次要打扰你们一段时间了 没关系 你们一路辛苦了 苏黎 快来认识一下你的表弟凯恩 嗯 你好 凯恩 哦 你好 苏黎 这么多年 你究竟在哪 这段音乐 是地下室的方向 就这样 主角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抓住了逃犯 成为了人人敬仰的小英雄哦 曾图哥哥 我以后也要像这个人一样 成为诚恶扬善的小英雄 你一定会的 凯恩弟弟 毕竟你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力量 你会用它帮助很多人 哼 嘿嘿 谢谢三图尔特哥哥 好久不见 我的弟弟凯恩 果然 真的是你 那些人的失踪 都是你干的吗 我所做的 不过是发现被埋没的美丽之物 并让他们绽放 你这个疯子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不了解的事物面前 人总是下意识抵触 放下成见 才能见到绝集 瑞克呢 他在哪 哎哟 难得的重逢 却只关心那些惨死品 太让人失望了 想要救那个老猎魔人 就来抓我吧 别想逃 你 加油啊 小英雄 我绝对 不会再让你伤害无辜的人 给我 我 站住 姑姑 故障 这是 那个夜晚的回忆 怎么回事 可恶 森托尔特 你在哪 好重的血腥气 是瑞克的血 在这个方向 什么 神徒尔特 竟然又被你找到了 不过 你又晚了一步 凯恩 凭你的力量 果然谁也拯救不了啊 你 到底把人的性命 当做什么啊 这次 我一定要终止你的罪行 想要打败我的话 就精情绽放吧 越美丽 你才会越强大 为你的罪恶付出代价吧 绝美的纹笼 绽放吧 凯恩 不要 让力量 成为你的 主人 赵老头 放开我 我要去报仇 小鬼 给我清醒一点 不要让力量 成为了你的主人 这么多年过去 你凡事那么软 这个伤痕是 那晚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为什么 哈哈哈哈 只差一点 你的纹笼 就能达到最美的程度 实在可惜啊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说出当年庄元的真相 我可以饶你一命 即使你亲眼目睹了 我站在你父母的血迫当中 你依然还在幻想我和那场屠杀无关吗 凯恩 你实在是太单纯善良了 快交代真相 快交代真相 真相 就是你 谁也救不了 你这个恶魔 你死谢罪吧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 这个办法永远走向 凯恩 住手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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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杀了他 你就和他一样 变成听从本能的恶魔了 变成恶魔 白痴的老猎魔人 是你 别来妨碍我 可恶 森土尔特 你这个杀人魔 别想逃 够了 凯恩 现在我们的状态 不适合继续追捷 他杀了我的亲人 还那么多无辜的人 不能让他逃掉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森土尔特